妳是被綜藝耽誤的演員 大家應該會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他 因為很好 你很會講耶你 好痛 我都害羞了 我應該要領紅嗎 手都要斷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武康仁 我是小S 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單元的作 不專業解惑事 請問談感情要為對方改變嗎 還是要維持原本的自己 我覺得是盡量維持原本的自己 因為如果一開始 你就是假裝是一個別人的個性 你到最後一定會崩潰 就覺得說 我想要為了你而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做自己 同意 如何在喜歡的對象面前不出球 並且留下好印象的小PayPal 在喜歡的人的面前出點小球 我個人啦 是覺得還蠻可愛的 因為你越想要留下好印象 然後就會變得越做作 所以就是想放屁就放吧 你會在乎嗎 所以你跟你女兒在一起 一開始他就大放屁 你會不會嚇到 這麼好放嗎 可是會因此 他就會詢問就是說 你可能你腸胃是不是比較好 精神出軌與肉體出軌 哪個比較不能接受 我覺得精神出軌很恐怖 因為精神出軌代表 你已經愛上了那個人 肉體出軌的話 如果我沒看到的話 我覺得就沒差 但是如果被有 就是親眼目睹的話 我還是會很shock 你同意 肉體出軌 有時候精神上並沒有出軌 對 是啊 你不行嗎 你都不行 兩個都不行 那你這樣做人會不會太嚴謹啊 蛤 不是啊 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出軌 而是說如果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精神出軌是比較嚴重 當然如果我目睹看到 我老公跟別的女生在幹嘛的話 我還是會說 你怎麼會這樣 因為婚姻跟戀人是不一樣的 婚姻我還要顧慮很多說 此刻我要跟他立刻離婚嗎 可是還有三個小孩 可是你們只是戀人的話 你就可以立刻分手吧 對 如果還沒有婚姻關係的話 似乎簡單一點 此時此刻 演員名單有20位卡司陣容 如果可以選 有比較想跟誰合作嗎 我最想合作的就是你 因為合作起來真的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我都稱他為前輩 因為他給我一種很有安全感的感覺 因為我就很久沒演戲 所以一直表現出很俗辣的那種氣氛 然後他會給我很多意見 然後說你做得很好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你這樣做得很好 你看 所以我覺得跟他合作是 我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如果再一次的話 我會希望可以再跟你合作有其他的戲 你是被眾議耽誤我的演員 在拍戲的時候 就在旁邊看著他在等待的時候 其實我常會偷看他 偷看他到底在等待的時候在做什麼 然後我會在幹嘛 其實我蠻驚訝 他等待的時候 都在思考在想 有時候 如果鏡頭現在 把鏡頭偷偷的去拍 他正在思考的樣子 大家應該會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他 你很好 你怎麼會講耶你 我都害羞了 我沒有臉紅嗎 手都要斷了 戀人在一起久了要如何保持新鮮感 這題應該是要你回答吧 因為我已經是進入婚姻了 那你們現在是怎麼保持 就是盡量可以就是 能助別人家就助別人家 蛤 就比如說我老公如果想要跟他的兄弟去 比如說去 國外玩一玩 我就覺得說哇好棒喔 那我就可以跟我的姐妹套在一起 我覺得在婚姻當中就是 適時的分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彼此空間 嗯彼此空間 你們現在還有激情感嗎 嗯 幹嘛幹嘛中傻 很難得遇到這麼直接的問題 有時候突如其來做一些 小驚喜是不是 對或是平常 節奏上不太一樣的事情 例如有時候瘋瘋癲癲的啊 可能就突然 兩個人走在路上突然就跳舞起來 之類的 你們會這樣子喔 我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很可愛 很背欺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譬如說 他在外面工作你在家 然後他一開門 然後你就是全裸的坐在那個沙發上看這件事 他就覺得說 OMG 但我的姿勢可能不會這麼優雅 可能是那種 喔就是露出下體是不是 跳狗 此時此刻分享這部劇想表達的意義 哇這給你講 你是演員你應該很會講這種廢話 不是廢話啦 就是很 可以講比較有深度的東西 我覺得 篇幅非常的廣 有小情小愛 有純情 也有激烈的男歡女愛 希望大家喜歡 也期待我們這一 這一齣此時此刻 總共有十集 然後每個單元都有不同的故事 然後我跟小S演的這個就是 說好的親警者 你可以直接看第七集 沒有說規定一定要從第一集開始看 因為其實它是每個都是故事是分開的 所以直接看第七集 因為它要嘛就不拍戲 一回來就拍一個非常厲害的戲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 就身為一個演員可以跟小S一起演戲 是我的榮幸 那希望大家喜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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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